遍布各區的舊衣回收箱 變成南亞兵團的補褲 記者日前在元朗鳳琴街體育會外面 直擊一個南亞男人 在這些回收箱裡拿走幾袋衣物 並隨即拿到附近空地撿損 之後踩單車逃走 地下就留下幾件被棄置的女性衣服 在附近公廁做事的清潔工人 都對情況見慣不怪 她好幾次是這樣的 即你見過幾次是這樣的 是 每次都有 扔在這裏很久都沒有傷 目前在換季高峰期 衣物回收箱經常都爆滿 偷三檔光天化日都照樣下手 記者目擊一個獨行冊 用長鐵枝伸入回收箱裡 勾出幾袋裝有衣物的膠袋 之後同樣踩單車離開 有區議員直言 區內有部分以難民身份暫居的外籍人士 不排除有偷三冊是假難民 他們可能也沒有賺錢能力 可能會做這些事情 所以有些衣物可以偷去賣 都出現 有聽過這種情況 負責營運那個回收箱的救世軍說 早前也接獲回收箱被盜竊的舉報 希望警方加強巡查 文政事務處說 過去三年一共收到17宗 有關舊三被盜的相關投訴 當局會更新回收箱設計 並加強防盜 OwinTV都在網上電視新聞台上